大家好 各位早晨 我不是很好看電視劇 但最近我都看多了 我每次錄片去說一齣電視劇 我第一句說我平時不是很好看電視劇 然後那條片是關於電視劇 最近還要多了 但我想說的是我不是很好看電視劇 但那個Mike Flanagan 他每次推出電視劇 我都會追 我是非常期待他推出的每一出的電視劇 我覺得在Netflix那裡 他的劇是我最期待的 未必是最好的 Ozark Stranger Things 那些都拍得很好 但我自己最期待的 就是Mike Flanagan 我覺得 他之前推出的《Haunting of Hill House》 和《Midnight Mask》 是一種主題 我覺得是A級的恐怖劇 《It is so good》 是比99%的恐怖片更好看 真的拍得很好 尤其是《Midnight Mask》 尤其是《Midnight Mask》 很多人是 《Hunting of Hill House》 比起《Hunting of Hill House》 比起《Hunting of Hill House》 比起《Hunting of Hill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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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會一次過煲很多集 所以 後來我轉了 和夫人每晚 看一集 更享受 更過癮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 不是用來一次過煲 不過 無論如何 這集的故事 是說 有一些年輕人 我想是 中學生 即將進入大學的年紀 在這集中 那群主角 全部都是有絕症 所以 他們 在一起 他們去了 離流中心 那類 叫做Hospice 他在那個地方 有些 支持 以及 有些人 幫你處理 一些 新後事 你可以說 是等死 這些 臨終的中心 這群 年輕人 在一起 慢慢成為了朋友 以及 他們 不是他們成立的 之前已經有做開 他們繼承了 就是 有個叫做Midnight Club 就是 在這個中心裡 那群人 每晚聚在一起 然後 在半夜 他們 會說 一個鬼故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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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答應了對方 將來 最先死的 那個 就會 用盡一切的方法 就是 通知那些未死的人 讓他們知道 有after life 人死後 還有些事情 他們之間 有這樣的承諾 所以 這齣戲 你可以說 每一集 大概 都有兩部分 他有說 現在發生的 那些事情 就是 說一下 年輕人之間的關係 以及 說一下 其中一個 懷疑 會不會有什麼神秘力量 可以 醫好我們的絕症 他們去探討 去追蹤 去歷險 去探測這些事情 這是現在發生的 另外 他們每一晚都會說一個鬼故 所以 這一齣戲 他也會演繹 那個鬼故出來 所以 你可以說 這是 每一集 他裡面 都有一部分 像以前的 無線和亞視 那些 夜流離 四人夜話 那類的 一個很短的鬼故 給你看 這齣戲 因為 故事裡面有故事 你可以分部分來看 整體來說 我首先說 這齣戲 我喜歡的地方 我很喜歡 他裡面說的 一些短的鬼故事 我很喜歡 在這齣戲裡面的短的鬼故事 現在回想起來 差不多是每一個故事 每一集裡面的鬼故事 有時候有一個 有時候有兩個 每一個 水準也挺高 我覺得 唯一 就是 我不太喜歡 最後一集 大結局那集 那些鬼故事 我覺得 搞得 搞得好像懶感人 那樣 但是 意圖太清晰 反而 更弱了 但是 裡面 有幾個 小鬼故事 有時候是恐怖類型 有時候是搞笑的 甚至乎是 有時候是 講一個 課程 我覺得 大部分都是非常有趣 我自己最喜歡 第一集 那一個 短的鬼故事 因為他那個 簡直是玩笑的 因為 在新聞報道裡面 已經有提過 他那一集 他打破了 世界紀錄大傳 就是說 在一集的電視劇裡面 有最多的jumpscare 有21次 一集劇裡面 不夠一小時 他有21次的jumpscare 就是因為 那個短的鬼故事 他在玩 他在玩 那個jumpscare 恥笑的jumpscare 然後 他在畫面上 演出來 我覺得 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 是很過癮 他是 完全不害怕 但是很好笑 覺得很過癮 這也是看 這些鬼戲 的一種樂趣 不是 每次看鬼戲 就是害怕 又或者恐怖 不敢看 你可以看得很開心 完全就是那種 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 所以 第一集 我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很過癮 但是 另外 有幾個 我想起 我覺得 都挺喜歡 例如 有一個 一個 一個女生 她自己開車 然後 在路上 撞到有人 截停 她的車 搭順風車 我覺得 那個也很好看 裡面有好幾個 都很好看 所以 那些小故事 我是很喜歡 甚至乎 我有些懷疑 如果 每一集 短一點 只有那個小故事 可能會更好看 我有少少懷疑 我覺得這部分 就是最好的 但是 問題 就是 她的短故事很好 但是 串連起 整季的故事 就比較弱 就是說 現在 發生什麼事 那部分 那部分 我就很失望 甚至乎 我覺得那部分 是一般 那些演員 她這麼多的演員 這麼多年輕人 我覺得 都OK 他們都 都不錯 但是 我也不覺得 特別突出 例如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那樣 裡面的童星 做小孩子 我覺得 全部都突出過 這裡 這麼多個演員 我覺得 但是 我不是說他們不好 但是 只不過 沒有這麼突出 那樣 那個日本妹 我也挺喜歡 我覺得那個日本妹 也挺漂亮 我覺得 但是 裡面 也有些沒有這麼好的 例如 有個 有個 做機 他經常 壓低 聲音 去演戲 我覺得 不太好看 那個演員 做得 但是 整體來說 我也會說 是 OK 我覺得 但是 因為 他整體 那個 故事 就是說現在 那個 其實 都佔了 每一集 一半的部分 所以 是扣了很多分 如果是這部份 是不行的 因為 因為 小故事 是一集裡面的一部份 其他那部份 是不行的 尤其是 到了 那個 季尾 最後那一集 我才發現 原來這部份 他是打算拍攝季二的 他是 他最後 差不多是 故弄原虛了那麼久 搞了那麼久 我追了那麼多集 原來最後 沒有什麼結果 最後 他不打算拍一個結局出來 所以 我覺得 很驚訝 因為通常 Mike Flanagan 之前 他那些電視劇 他一季就結束 結束了 就結束了 那個故事 誰知道 就是這一集 這一齣 反而是拍得 沒有那麼好看的 他打算拍攝季二 這樣 令到我的故事沒有尾 所以追到最後 我覺得是很無忍的 你追了那麼多集 追過劇 然後到最後那集 你覺得 最後那集 是整個季尾 最弱的那集 然後 之後 還是 好像 那個尾 尾 所以 有種 沒有忍的感覺 我會覺得 Anyway 就是這樣 如果他還會拍攝季二的話 我也會想看 但是 不會期待得那麼厲害 現在我很期待 Mike Flanagan 他之後 推出的 另外的一齣電視劇 我也一樣期待 雖然這個 《Midnight Club》 水準 比較差 我覺得 我覺得 OK 但是他也不是很差 我只不過是覺得 如果是這樣 其實是有點像 Netflix很多 大部分 其他的 電視劇 那種 水準 我覺得是普通 跟我的期待不符合 OK 我給他評分 C至C價之間 我覺得 但是他裡面的小鬼故 也是好看的 我覺得是應該看第一集 你只是看 Jumpscare那個 那個 那個是很好笑的 那個是很過癮的 那個